有些人說寒流的效應 到現在這時候 仍然在延燒當中 最重要一點就在於說 這一次的時候 我們看到台北的立委的補選 雖然是民進黨的 立委補選上去了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寒流的效應的發酵之下 你可以注意到 磕粉的效應正在那衰減當中 是 立剛 很多人都在告訴我們說 寒流已經過時了 寒流已經真的降溫了 真的是這樣子嗎 其實今天上午11點 韓國會跑到正南宮去發文包 下午2點又馬不停滴 跑到鳳儀宮去發紅包 其實這兩場都是爆滿 你看現場人超多 那一排都好幾百公尺 你看到處都是人 非常的壯觀 實際上一般政治人物 在發紅包的時候 大部分就是行李途 你這樣把紅包射出去都算 你現在看這個畫面 這是選舉權吧 這不是 這是現在 就是今天這樣 今天啊 對 今天早上才發生的事情 怎麼是這麼多的人 是 因為真的很多人 要來看韓國瑜 所以他魅力真的還是不減 你看他遇到小孩子 把他當作像明星一樣來追 你看他遇到小孩子 他一定會摸摸摸頭 甚至蹲下來跟他平行 然後看到老人家也都會招呼 你看 看到這個小朋友 他自己蹲下來 其實這樣子 你一個地方發上千個紅包 這樣絕對很累 其實很累 所以他手還不小心 被人家拉傷了你知道 也有人要生氣去偷摸他的光頭 我也不知道摸他光頭 到底有什麼好爽 但是我必須說 其實韓國瑜不像一般戰爭物 他只是發過去就算了 其中有個孕婦 他看到那個孕婦大富便便 然後在那邊排隊 等了一個多小時 後來他紅包已經發完了 你知道這怎麼辦 沒紅包了 是 他就覺得說 他一個人在那邊很可憐 韓國瑜想辦法趕快 跟他旁邊的那個水護人員 就跟他講說 還沒一個再拿出來 然後特別走過去發給他 因為他覺得一個孕婦 那麼辛苦在那邊排隊 一個多小時 如果不想有辦法幫幫他 怎麼行 所以我覺得 他不是單純只是在發紅包 他還是有在注視 到底這些民眾 每一個人的觀感 每一個人發生什麼事情 他還是有在看 所以我覺得他這一點的用心 跟一般的政治人物 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但是我們都知道 昨天立委補選結果出來了 台北這邊 士林大同區是何志偉當選了 他以47.7%的得票率 但是如果我們去看的話 之前選前的時候 每一島電子報的民調 何志偉當時支持度 是28.3% 陳彬甫是18.8% 然後陳思宇是10.3而已 結果選後陳思宇沒什麼變化 可是陳彬甫其實大幅上揚 陳彬甫的數字上揚 這21了 是 到39點多 何志偉還沒有預想中高 你要知道2016年的時候 姚恩志的得票率是59.29 將近6成 結果他現在只拿到4成7 所以整個好像有盪下來 實際上有人說 有一個關鍵就是1月22號 韓國瑜有北上幫陳彬甫站台 可是這只是像這個沾醬油一樣 其實他只是昆花一線 很快就跑 點一下而已 其實他並沒有真正全力來幫他衝 所以有的人就說 其實這一次當然何志偉 是成功幫民進黨 保住了這個席位 可是你要知道這個席位 馬上就要改選了你知道 因為馬上2020 又要重新再選一次 所以2040的時候 等於2012個月後又改選 是 如果這個時候 國民黨能夠重新推出一個 比較適當一個候選 你要知道何志偉這一次選 他之前他準備了1年多 他之前把市議員都不選 讓給他少值來選 然後國民黨的陳彬甫 其實是選完之後才決定 要來選這個立委的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 然後雙方準備的時間 還有這個地方 本來就是一個 申綠鐵票區 綠銀的票倉 對 所以陳彬甫 能夠選到這樣已經不錯 如果說2020年 國民黨能夠推出一個 更積極 而且已經準備了適當的人選 然後再加韓國瑜 全力的輔選的話 你覺得不可能重演 當年的八仙過海嗎 然後2008年的時候 當時國民黨喊出說 台北市立委要八仙過海 結果當時王世堅就沒可能了 如果這樣的話 八仙過海我已經跳海給你看 結果他就真的跳海了 結果他就真的跳海了 他就真的跳海給你看 因為當年國民黨 真的八仙過海 他輸給周守訊 其實他都不曉得已經摘下去 他也沒摘下去 還是跳下去 沒關係 不管怎麼樣 人家是有實現他的諾言 所以挾著這一股寒流 再加上如果民進黨執政 始終不得人心的話 2020國民黨要再次八仙過海 贏下這一區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你知道 前兩天 韓國瑜講一句話很值得萬位 就很多記者跑去問他說 現在國民黨有四個大太陽 就吳登義 馬英九 注意了王金平這四個人 那你到底支持哪一個太陽 結果韓國瑜你知道他怎麼回答 他說我是後裔 後裔要射太陽 後裔我們都知道 那個故事裡頭是 他射下九個太陽剩一個 意思是說他要把這太陽 射掉三個剩一個嗎 那射掉哪三個 尤其是他最近跟王金平 走得比較近 所以很多人都在想說 他到底是要射誰 那當然後來他跟記者講說 沒有 我只是開玩笑 大家不要太認真 那問題他真的只是 單純開玩笑嗎 我覺得現在國民黨這些太陽 搞不好都在剉那一蛋 因為已經有後裔在等著射你 國瀬看著他後裔 準備要射太陽 國民黨自己裡面 現在這個時候 看來2020要哪一個人出來 我們還得看這個後裔 把誰給射掉 可是這邊有一個數字很有趣 我們注意到在這次立委的補選當中 何志偉他本身的得票數來說 他跟當時的姚文智來說 其實是下降的 這個時候民進黨2020 他們看到這個數字 應該會擔心了吧 這一次的補選 國民黨跟民進黨算打平手 台中跟台北一個黨哪一個 在台北何志偉會當選 我們一點都不意外 我的預料他就是會當選的 因為他已經準備了很久的時間 他也年輕還有他的家族 跟他過去在地面的經營 確實是對他來講相對比較有利 所以他的動算 其實不是黨部的力量 現在民進黨在低欺壓中很低名 電腦小英去街道幾座 電腦他不一定教他 蔡英文來說2020 小英是不是一個警訊出現了 現在小英內外交迫 你昨天沒有看到 好像昨天看到了這兩天 謝院長 謝院長他人在日本 他到底是有多愛我下台呢 我比較好奇的是 圍剿一個諸外代表 帶給大家多大的成就感 他已經有寫FB了 對啊 謝長提有寫FB 對 他在臉書上的心理感受 那這幾天有媒體在盯他的問題嗎 好像也有吧 沒有 沒人盯 那幹嘛現場 沒有 他為什麼會PO 不敢急我嗎 不是 既然媒體都沒有在打他 他會寫出這個心情 就表示我們民進黨內部 有人想把他拉回來 拉回來 他現在有人在整他 他說到底是多愛我下台呢 他不是說媒體 他不是說國民黨 所以他已經聞到那個風聲了 對 我比較好奇的是 圍剿一個諸外代表 帶給大家多大的成就感 我想這是對內的 其實他是把心情表達給黨部 給黨的從政人員 給小英知道 那誰拉他 誰想把他拉下來 我想只有小英知道 只有小英知道 蘇貞昌嗎 他有聽到了 蘇謝的心血 所以我說小英他還鎮壓得住嗎 他現在除了想說 我要怎麼才能再代表2020參選 他會找蘇貞昌 蘇院長 那時候我都想不到 我因為他說他會去找 蘇家傳 蘇議長 蘇議長是最後一張藥 因為蘇議長不出來 做行政議長的位 他當立法院長 一年後大敗的話 他連院長也當不上 那倒不如這一年來幫小英 來穩住軍心 來施政 來做好 看能不能贏回百姓 對民進黨的支持跟信任 一定會找這補 找這交 還不然他也會找謝長廷 要回國他也會找信任的 謝長廷院長回來 可是他就找了一個 跟他不對盤的蘇貞昌 沒辦法穩住整個民進黨內部 換掉他的聲浪 妥協 妥協他才會找蘇院長 來做這個行政院長 當然蘇院長他的執行力 跟他的魄力無庸置疑 很快 速度很快的就可以穩住 那小英變成什麼 政務他也不能理 內部還要去處理這些工作 還要最主要的是 柯文哲對他的威脅 對 他一直給柯文哲示出好意 希望白綠河你給他看 自討沒去 北門會談 對 北門會是自取其爐 對 根本他就沒的插名 也是一樣 戰犯交出來 戰犯是誰 對 戰犯 戰犯是誰 戰犯就是什麼人 柯文哲想在意的是說 MG149的時候 我被國民黨打的時候 民進黨包括民主 大家都替我辯護MG149 包括我也每天在替他辯 現在一個分開而已 以前我是英雄 我是好人 現在分開而已 我變臭人 我變黑人 我變販賣器官的嘴人 政治有這麼惡毒 這麼殘酷嗎 所以他現在還要面對柯文哲 想跟柯文哲合 但是黨內大家都不愛 反的力量大 所以根本小英總統 我真的很同情他現在的處境 為什麼當一個總統兩年多 可以把自己搞到里外不是人 內部的人也不支持你 習日的戰友也叫你交戰犯 所以說明年的立法委員選舉 這個母雞非常重要 所以小英才會請蘇院長 來穩定政局 你看看現在呢 在日本的謝院長情何以堪 你小英選主席的時候 選要選總統的時候 都是謝長廷 老公是謝士 給你聽 聽一聽 我現在在日本 不然也說要來這裡擁有 那還有人內部要搞我 才會有謝院長寫了這一段話 這段話不是媒體 或者是國民黨給他的壓力 這一段話我相信 我對他了解 是內部有人也不滿他 連日本都不再給他做 要去人家回家 你自己跟謝長廷關係非常好 是誰要把謝長廷給射下來 我們是好朋友 事實上他也想要回台灣 他是誰自己想嗎 那就不會寫那些FB 會 但是你知道 他回來想要貢獻 但是現在 最好的卻會給蘇院長 蘇貞昌 沒有院長 他不能叫他去當什麼部長 所以他也只好只好 就留在日本 但是如果這個情況 還要被逼退的話 他當然會 心情很準 所以有人要逼他 誰要逼他 不會是我 你跟他那麼好怎麼可能 那是蘇貞昌在逼 誰會逼他 他自己講就好 媒體曾經也有一段時間 就是他花這個FB的文字之前 也有談到說 是不是要換掉他 因為那個副代表的問題 什麼一大堆 他只是揣測說 民進黨是不是要換掉他 背後當然民進黨的內鬥 有力量在推動 本來就是持續不斷 雖然說這種內鬥 在社會上或是在媒體上 並不是常常可以看到那個痕跡 但是事實上是內鬥滿嚴重 所以這個時候在考驗 小英的定力 他的定力如何 定海神針 他的定力如何 如果他的定力一稍有 這個不勝的話 可能又會掀起 更大的波瀾 對 另外一波的 派系的不平衡 我覺得他為了自己的醫生 謝院長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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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